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觉得 女朋友躺在旁边 我抱着你 特别刺激吗 那不是什么鬼地方 怎么样 这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是啊 外面树葬林全是白骨 这村子的人都死光了 这房子应该是后来建的 你看 这地基边缘特别平整 一看就是机器瓦的 这些石头有一些年头了 应该是发掘村落的人 把他们整体给搬过来的 所以说 发掘了整个村子 还移动了整个村子 而且有亲手的记得 送我离开那个人跟我说 我的降落会带来灾祸 灾祸 你淡定点 世界上最安全的就是死人 我跟你讲 活人比死危险多了 我不管 我建议就不跟命了 我 这 但是这个村子还真的挺奇怪的 外面看好好的 里面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 不但没有生活用品 连家具都没有 桌椅板凳床一个都没有 这地方就是个摆设 不像有人生活的地方 完了完了完了 这就是个鬼村啊 没有人更好 我们找两个空房建国员 明天再去 好吗 好的老板 王子哥 你跟我上那儿 你们两个去那儿找找 不许跟着我 我就要跟着你 我大害怕 一会儿你都贴上了你 我愿意 我去 这什么鬼地方 我看一下 你今天好像没有水 慢一点 这村子里没有人 井里当然没有水了 其实这个村子 跟我之前见到的那个 不太一样 重新搭建的 应该都会有出入吧 出入非常大 完全没有之前的样貌 我想恢复这个村子的人 应该被我见过 最原始的村子 少爷 我心想 见过村子还活着的人 就你一个 我 我就不明白 你都已经睡在中间 为什么还要楼中 我一个人睡害怕 我抱着你有安全感 那响哥不是人吗 你怎么不去抱她去 响哥 不是在我那儿手艳吗 再说了 我抱着响哥 他不是怪怪的 你抱我就不奇怪 那小鱼还在旁边呢 不奇怪啊 你不觉得 女朋友她在旁边 我抱着你 特别刺激吗